同学们好,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中古友谊小学的舒老师,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数学课。 课前,请同学们准备好小棒和几张白纸。 如果没有小棒也没关系,可以自己在纸上画一画。 准备好了吗?准备好了,我们就开始上课了。 学校组织二年级同学去参观,从这幅图中你都知道了什么? 从图中我知道,二年级一共有四个班,我还知道了每班学生的人数。 一班有35人,二班有32人,三班有37人,四班有34人。 还有每个班都要有两名老师带队。 同学们可真棒,从图中获取了这么多信息。 你能根据找到的信息,提出一个用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吗? 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两个问题。 请你结合刚才从图中获取的信息,再把这两道题完整地读一读。 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。 二一班学生和本班的带队老师一共有多少人? 你能列算式解决吗? 算式是35加2。 为什么用加法解决? 因为要求二一班学生和本班带队老师一共有多少人, 就要把二一班的35名学生和带队的两名老师合起来, 所以用加法解决。 再看看第二个问题。 二一班和二二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? 这道题怎么列算式解决? 算式是35加32。 为什么也用加法解决? 因为要求二一班和二二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, 就要把二一班的35名学生和二二班的32名学生合起来, 所以也用加法解决。 35加2,35加32,结果是多少呢? 我已经听到有同学说出了得数, 看看和你想的一样吗? 先来看看35加2。 同学们都说等于37。 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呢? 能把你的想法在纸上写一写, 画一画吗? 我们一起来看看35加2, 同学们都是怎么得出37的。 这位同学是用我们一年级学习的方法算出来的。 你能看懂它是怎么算的吗? 我看懂了, 它是把35分成30和5, 先用5加2等于7, 再用30加7等于37。 还有同学是这么算的。 他的这种计算方法有同学见过吗? 是的, 就是数式。 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用数式计算的吗? 我先写出第一个加数35, 然后在35的下面写2。 写的时候要注意2要和5对齐, 加号和2在同一行, 写在2的左边, 对齐10位也不行, 还要再向左移动移动。 然后在下面画一条横线, 得数要写在横线的下面, 算的时候, 个位上的5加2等于7, 10位上只有3, 直接写3就可以了。 数式计算完, 还要把得数写回横式。 同学们, 你听懂了吗?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问它吗? 有的同学提出了疑问, 为什么2要和5对齐?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 为什么2要和5对齐, 而不和3对齐呢? 我们结合小棒图一起来看一看, 用3捆小棒和5根小棒来表示35, 用2根小棒来表示2, 5表示5个1, 2表示2个1, 而10位上的3表示3个10, 2和5都表示几个1, 几个1要和几个1直接相加, 所以2要和5对齐, 写在个位。 对比一下这两位同学的计算方法, 虽然方法不同, 但是在计算的时候有没有相同的地方? 是的, 两位同学在算的时候, 都是先把几个1和几个1相加, 在数式计算中, 几个1和几个1对齐了, 直接相加很清晰。 这节课, 我们又学习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, 看来以后计算加法时, 还可以列数式计算。 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吗? 根据问题, 同学们列出了35加32这个算式。 我们已经汇算35加2了, 大家想一想, 35加32跟35加2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? 你能不能试着用数式的方法计算35加32? 如果有困难, 可以请小棒帮帮帮你。 快自己试一试吧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算的。 35加32, 我先写35, 在35的下面写32。 刚才计算35加2的时候, 各位上的2和5对齐, 那我就想十位上的3和3也要对齐。 加号写在32的左边。 各位上5加2等于7, 对齐各位写7。 十位上3加3等于6, 对齐十位写6。 35加32等于67, 再把得数写回横式。 为什么2和5对齐, 3和3对齐呢? 因为各位上的2和5都表示几个1, 而十位上的3和3都表示几个10, 几个1和几个1对齐, 几个10和几个10对齐。 计算这道题时, 你是从哪一位加起的? 我先算的各位, 5加2等于7, 再算的十位, 3加3等于6。 我跟他不一样, 我是先算的十位, 然后再算的各位。 同学们, 你觉得应该从哪一位加起呢? 是的, 像这样的加法, 不管是从个位加起, 还是从十位加起, 都能正确计算出结果, 都是可以的。 但是, 不管是从哪位加起, 都要把几个1和几个1相加, 几个10和几个10相加。 回顾一下, 我们刚才计算的这两道题, 35加2和35加32, 这两道题在用数式计算时,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? 正像同学们说的, 不管是35加2, 还是35加32, 在计算的时候, 都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, 也就是几个1和几个1相加, 几个10和几个10相加。 同学们, 你们学会用数式计算加法了吗? 下面请你根据小棒图, 列出数式并计算。 先来看看第一道题。 33加43加43, 我先算各位3加3等于6, 对齐各位写6, 再算10位3加4等于7, 对齐10位写7, 33加43就等于76。 同学们, 看看和你算的一样吗? 如果算对了, 就在旁边画颗星。 再来看看第二道题。 有的同学是这样算的, 还有的同学是这样算的, 你同意谁的呢? 同学们都同意左边这位同学的, 能说说为什么吗? 5加43, 5表示5个1, 刚才总结方法的时候已经说过了, 几个1要和几个1相加, 43里的4表示4个10, 3表示3个1, 5个1要和3个1相加, 所以左边的这位同学算的对。 同学们, 你算对了吗? 如果算对了, 就再给自己画颗星。 如果错了, 也没关系, 请你把正确的改在旁边。 再来看看这道题。 几个算式的加数都不一样, 但是和怎么都是99呢? 你能找到算式中的规律吗? 自己先思考一下吧。 同学们, 有发现吗? 我有发现, 这三个算式都是两位数加两位数, 每个算式第一个加数个位上的数, 与十位上的数, 相加都等于9。 交换这两个数的位置, 恰好就是第二个加数。 这样的话, 每个算式各位上的数, 与十位上的数, 分别相加当然也等于9了。 同学们, 你听懂小丽说的了吗? 你发现这个规律了吗? 如果按照这个规律, 接着往下写, 你知道下一个算式是什么样的吗? 自己试着写一写吧。 写好了吗? 说说你是怎么写的? 根据前面的规律, 第一个加数个位和十位上的数, 相加都等于9, 那我就想9的分与和。 前面几个算式已经有了, 1和8, 2和7, 3和6, 下一组就应该是4和5了。 第二个加数只要把4和5的位置交换一下就可以了。 个位上5加4等于9, 十位上4加5也等于9, 这样算式就写好了。 同学们, 和你写的一样吗? 如果你写对了, 就再给自己画颗星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100以内的不尽位加法。 数式计算时, 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, 这样才能保证几个1和几个1相加, 几个10和几个10相加。 具体内容在数学书第11页到第13页。 今天这节课, 你都学会了哪些新的知识? 课后请和你的家人说一说吧。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。